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鍾庭耀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今天發表了有關於財政預算案的跟進民調 根據這個調查結果顯示 財政預算案的評分大跌了13.9分 由本來的54.1分跌至40.2分 因此無論是跌幅或是評分 都創了有史以來的紀錄新低 當然這跟當日的即時民調 市民根本未了解整個財政預算案內容有關 經過了兩天的時間 有所消化和沉澱以後 發現這份財政預算案 原來滲入了很多私貨 除了回水一萬 還富於民以外 原來還增加了警察開支的預算 又要買水炮車 又要買裝甲車 又要買裝甲車 又要請多2,400隻警察 甚麼都做得出 待會又要預留4億5千萬 給律政司說要推廣法治 律政司司長本人也僭建 他自己知不知道法治也成問題 還要給這麼大塊錢的推廣 你那些錢用在哪一處 所以這份財政預算案根本是殘缺不堪 找了回水一萬 來做那一塊遮醜報 想掩蓋其他想做的事 當然經過了兩天的討論以後 所有想做的事已經被人揭露了 被人揭露了 所以評分便急跌 跌13.9分 這是史上以來前所未有的 你派錢一萬都派得這麼醜 無論是你這份財政預算案評分的跌幅 還是評分本身 都是低於前年你派4千元的時候 很簡單 因為當年派4千元的時候 雖然設置了重重關卡 都要刁難市民 都要弄得這麼複雜 都要手寫表格 然後連郵票寄回去 還要寄失了 找不到 但當時你都沒有放那麼多無謂的東西 你今年就是專門做這些小動作 又說要警察的津貼開支 又增加了九倍 你什麼都加進去 什麼都塞進去 那些市民不是傻的 看穿了你的東西 你的評分便自然會下跌 打算收買民心 其實是在做夢 好了 我們又看看關於這份財政預算案 到底反對率主要是聚焦在哪些群體呢 原來不出所料 就是青年群體最反對這份財政預算案 很明顯的原因就是 因為裏面增加了警察開支的預算 而青年群體當中 很多人都參與了去年以來的抗爭運動 所以反對率最高是正常的 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直接傷害 也是最深的 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青年群體當中 支持這份財政預算案在立法會內通過的 只有百分之八 一半一半的就佔了一成七 反對率是說百分之七十一 這個數字真是舉足輕重 所有的非建制派政黨都不能忽視 而且他們在立法會內對於這份財政預算案 你無法選擇一定要投反對 你就寧願向那些年長的選民解釋給他們聽 為何你們要投反對票 就不要讓建制派你們說反對派錢 你就解釋清楚給那些選民聽說 你反對這份財政預算案的原因 是因為將派錢和增加警察的開支預算 讓他們要買水炮車、裝甲車等 兩樣的困擺在一起你就反對 你一定要這樣解釋 不然你走去投贊成票的話 18至29歲的青年群體是會離開 30至49歲是怎樣呢? 支持的三成二 一半一半兩成 反對的四成半 其實都是反對居多的 50歲或以上的支持是五成三 一半一半兩成 反對也有兩成四 所以拉勻了支持和反對都是39% 但是非戰制派一定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其實這次的財政預算案 即日民調和跟進民調有這麼大的差距 就正好反映得出市民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討論 思考、消化和沉澱以後 就會知道更多的真相 所以不要謬謬言去投贊成票 這是大錯特錯的 沒有理由贊成這班警察去增加開支 而且根據目前的調查結果 都顯示到 其實大部分市民都沒有被派錢一萬元收買得到 收買得到的應該是藍絲的基本盤 所以真的不要去投贊成票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日這個即日民調推出出來的時候 有些人看到這個財政預算案的評分這麼高 然後馬上就小腦條件反射 就批評這個民調機構做假 是假民調來的 沒理由經歷了大半年的反送中運動以後 派錢一萬就使得分數這麼高 這些人是不科學的 也不理性的 沒理由看到那個調查數據出來 在不理於自己的信仰的時候 或者政治理念的時候 就馬上說它是假民調 實際上今天就正好反映得出 那個民調根本上就是真的 經歷了兩天的討論以後 就有一個新的調查結果出來 就大跌了一個評分 難道今天又變回真了 前天那天就是假了 所以做人就不要見到 有少少不理自己的事情 就說這些是假的 這些是留的 這些根本上就是自欺欺人 其實也是掩耳盜鈴 希望這些人自重一下 只是中庭耀這三個字 答出來的答朵 就已經是有公信力了 他用鬼是做假的 這些人簡直是批評他 那些是不知所謂的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關於東鐵線紅磡站 在去年九月份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火車出軌的事故 港鐵就已經完成了調查 而且就在今天發表了這個調查報告 原來報告就說在事發之前的大約一個半月 出軌的位置就曾經更換過兩條枕木 這個枕木其實就是令到列車使過的時候 產生的橫向力 集中在新換枕木支撐組件上 那枕木的螺絲釘因而受壓斷裂 兩條降軌之間的距離 就逐漸增加造成出軌的事故 這個報告也同時指出 列車和訊號系統當時是運作正常的 不是導致出軌的原因 也沒有發現任何外來的障礙物 而現場發現那些斷裂的降軌 是列車出軌之後才造成的損毀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在那些藍絲群組 真是不由分說 馬上就把這件事的責任 歸咎於那些黃絲扔東西下路軌 大家記不記得 又說要抓人鎖人 又說什麼 又說有人特地扔在天橋上 扔一些雜物下去 導致出軌 又說那些黃絲沒有人性 現在調查報告出來了 全部都當作無回事 這些根本上是非理性 又不科學 一口說的就是毫無證據 憑空想像的 全部都是列造的 現在事實真相出來的時候 我又沒有責任 又不用道歉 傳來傳去的時候 把這些信息都離開了 那些人好心就反省一下 隨便扔一些東西下去就可以出軌 現在別人的報告出來了 看看那些人是否認識 最後想說說關於中美媒體戰 貿易戰第一階段還未完成 馬上已經將焦點到媒體 為何會出現媒體戰呢 事源就是上個月的時候 美國認定了中國五家官媒 是外國的市團 將會視它為中國政府的一部分 北京隨即驅逐了三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就說 這是由於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報導的標題 就說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 就說這句話帶有種族歧視的色彩 但被驅逐的三名記者當中 有兩名是美國公民 他們根本沒有參與這篇評論的報導 但被要求要在五日之內離開中國境內 於是美國今天就有反應了 美方決定宣布對五家在美國運營的中國官方媒體 實施僱員數量限制 包括新華社、中國國際電視台、中國日報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的駐美機構 中國籍僱員人數要從160人減少到100人 減覆大約四成 這個限制將會在3月13日生效 但上述的機構必須在今個星期五 就向美方通報人員的去留 被裁減的人員不會被強制遣返 但他們所持有的 都是基於在美國有僱傭狀態的記者簽證 故此將這些人解除了僱傭狀態以後 他們很大機會都要回到中國 所以其實就是變相驅逐他們出境 即是變相驅逐60人出境 即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貿易戰都未完成 還說中國的前商務部副部長 還想著用不可抗力作為抗辯的理由 就向美方提出不買你的貨品 那邊都未完成 現在就搞媒體戰了 到底你說美方會不會這麼順滩 讓你用不可抗力作為原因 實情Donald Trump不是傻的 他在Twitter多次說過 說你中國搞得行的意思 就是麻煩你在搞得行之餘 就要實踐回 在中美貿易協定的第一階段 所簽訂的協議 那些買貨條款 難道他真的認為中國搞得行嗎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